主席我們邀請部長 請蔣部長 教委員你好 應該吃飽了吧 吃飽了休息了一下下 立法院應該沒有那麼殘忍 第一個禮拜已經來兩次了 這個主席應該特別喜歡你 關注我想大家都關注十二年國教 也希望爭取 預算上對我們有些幫助 畢竟還是希望說 十二年國教的事情 多溝通應該是對於 這個政策推行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邊就 兩三件事情 來請教一下部長 在我們的 這個大專院校協助 高中高職的 這個計畫裡面 當然101年 是計畫的事半年 也就是今年開始 那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說你今年是有推動 找了十二所吧 我們應該總共高中只有九十幾所 九十九十六所 九十六所 對 高中職今年就要推 九十六所 那這九十六所 有沒有說 預計要先做什麼樣子的啟動工作 或者是說 預計要達到什麼 我們現在學校已經都找好了 協助的大學跟 都配套好了嗎 都配套好了 都配套好了 這是一個初步的第一次 所以才會前一陣子有說 為什麼台北市的學校都沒有 沒有被選到 我們當然還是用相對比較弱勢的思考 先來挑 那也請這個頂尖大學庭 這個典範科大庭 這些交著的學校 透過教學資源中心來做 第一年的總預算 大概五千多加 加六七 大概一萬 一萬出頭 這一個 八千多萬吧 有兩個 有兩筆 有兩筆錢 一個是五千三百萬 另外一個好像我的印象 總共加起來 一億三千萬 五千多八千大概這樣子 對 所以總共今年的經費 一億三千多 今年也是想辦法 雲出來的經費 就是這個 接下來的呢 接下來明年後年 我們應該是這個規模 其實應該還是持續 應該要擴大 要更全面的來看 我們希望就是說 未來一百多所的大學 其實普遍的大概都跟 到目前有沒有成功的範例 成功的範例 現在已經有很多 已經match making 已經match以後 我說那個 績效好的 我是建議 當然你可以說 今年是剛開始 對 我們才剛開始 差不多半個月的時間 對 比如說你今年 或者經過六個月以後 一個學期以後 是 有比較成功的案例 對 你們應該把成功的案例 挑選出來 是是是 好 或者的話 我們不希望說這個計畫只是花錢 不是不是不是 也不是消化預算 不是不是 也不是消化十二年國家的預算 不是不是 一定要找出有績效的 對 成功的範例我們講 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其實 其實很很關鍵 因為 這個等於要做出一些 role model 對不對 成功的案例才可以 才可以 所以在這邊本期 是要求教育部你們 一定要這麼做 我會去具體的看 因為這些錢投下去了 我們不希望只是砸錢而已 對 而是說真的有具體的案例出來 對 作為你下一期 是 你下一期要實施第二期的時候 對 你可以做改善 對 然後你可以找這些成功的案例 對 來分析 對 來分析 當然我也特別報告 這個每個案子應該他也會做一段時間 不會只做一年 它其實是一個連續的案子 也會新學校進來 既有的學校也會把它做的事情可以擴大 我想這個會持續 當然尤其本期所在的這個地方 真的有很多若干的 它是比較偏遠 跟弱勢的學校 我們會特別再注意 我們希望教育部能夠特別的重視 我們會特別檢討這一塊 因為他們的資源相對真的非常有限 尤其是在軟體 就是老師實質這一塊 它的能量是不夠的 我們希望說 真的是 藉由這樣的計畫 能夠讓他們精進 對 這一塊我想我們本來就是要深化這一塊 優質高中值的發展 所以我尤其從最弱勢的學校來扶持起 謝謝部長 另外 這個當然 我們給資源 不管投入到哪些學校去 不管是高等教育 或者是說國民教育等等 我們投入資源當然相對 我們就要去評比 要去做 做他的績效 做審查這些等等 對 那 前陣子我想這一陣子其實 我也看到有一些 論述啊或者是報導 都在談這個評鑑的事情 對 大學評鑑的事情 是 那我想 這個部長你也是大學的校長 是 我之前在學校有十年 對 那我坦白講 這個 大學評鑑的工作 當然 有不同的團體都有不一樣的意見 是 包括學校有不一樣的意見 對 老師也不一樣的意見 對 然後外面的 這個工會也有不一樣的意見 沒錯 所以比如說 那個工會啊 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他說 大學評鑑制度讓大學變成工廠 教授被當成血汗勞工 我覺得這是比較誇張的個數 對 那我講一下我親身的經驗 好 謝謝 因為你當校長不見得能夠體會當 其實可以 我跟我們六百多個教授其實都定期有接觸 這個 有人說這個大學評鑑就等於做我們比賽 這個我覺得不對 不對啦 不是 這個 也有人說這個其實就是 讓教授啊 忙著啊 寫論文幾點數啦 這個也許 也許有一點關係啦 有一點關係 對 然後呢 這個 就忽略了教學等等 甚至 他們也調查八成四的老師都認為 評鑑制度對學術發展 還有提升教育品質 教學品質 是沒有幫助的 這個都是他們講的 這一個調查我是覺得 就是信度喔 應該說進一步的去了解 沒關係齁 對 這個我覺得都可以再去了解 是 但是的確 大學評鑑制度已經實施一段期間了 是 他是有必要被檢討的 是 那我自己個人 在學校的時候 也因為要面對這個評鑑的工作 我也被分配啊 要去寫哪一個部分 我們系上的哪一個部分 對 這個評鑑的內容 對 老實講 我們參與並沒有很多 是 很多細物的工作啊 並不是說每一個教授都會去參與 對 可是他可能被分配要去寫這個寫那個啊 那其實被分配要去寫的都是因為跟系主任關係不錯啊 系主任也不方便去麻煩其他的老師來寫啊 所以這個真的是會讓人家感覺 還是真的有一點點作物比賽的意味 其實你現在今天談的事情有兩個評鑑 一個是校務評鑑 校務評鑑 這是一組 另外一個是老師的評鑑 對 其實剛才高校公會 老師是個人的嘛 剛才那個個人的那個 他其實是重點 其實是想講那個 可是他又把 又把這個校務評鑑 也拉進來 對 拉在一起啦 兩件都各自有他發展上的一些狀況 都應該要做進一步處理 可是就是說 現在有一點把他就是 就等於是 其實不管是校務或者老師啦 對 我個人的部分我也被評鑑過 是 好 你的經驗怎麼樣 我在這邊我跟校長 現在叫你校長 對 我跟你講 就是說 其實學校把這個工作已經變成非常形式性的 比如說我擔任導師 我今天跟這個學生啊 見面啊 談了什麼啊 用什麼方式啊 我全部要做紀錄啊 我回去要趕快上網 把他登錄上去 我今天有跟這個學生見面喔 他是我的導生喔 我跟他用的是E-mail喔 還是用電話 幾點幾分 談了什麼事情 欸全部都有選項叫我要做紀錄 因為那個是將來我個人評鑑啦 要被評鑑的分數 對 所以 我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做這些工作 很 我覺得很奇怪啦 對 我今天在教室或者課堂上 走廊上 我遇到學生 我關心他一下 我回去也要做紀錄 你知道嗎 其實我覺得這部分 因為這樣子的話可以累積我的點數啊 對 因為最後評比的分數的時候 他有點相對的感覺啊 如果你都沒有紀錄的時候 他說 你說你有關心學生 你拿出你的證明來啊 我都拿不出來 那部分其實喔 在各個學校作為不太一樣 有些學校 他其實是會去訪談學生 學生經過某種程度的處理以後啊 去訪談學生 從學生游的時候也會知道 當然做紀錄 我不覺得一定是最好 可是紀錄有一個 record啊 如果你有些輔導 某些學生啊 把做些紀錄 然後這個輔導 知道有去追蹤他的狀況 我覺得 也未必一定是壞事啦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這個之後 這個東西就是有時候 他會讓人家 過於形式化就不好了 我同意 也就是說 我們評鑑 我們希望是做到值的評鑑 對 可是被評鑑的 或者是 想要看出評鑑的客觀的 變成是要量化 對 否則你也很難客觀嘛 對 所以這個值跟量化之間的 權衡啊 對 跟拿捏啊 是非常重要的 這個評鑑制度在 檢討跟改善的時候 作為一個人說不定的 這個 有的 有的 對 有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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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